為了傳承基隆文化並且推展基隆觀光 小愛爸爸基隆市長謝國良 特地到基隆地標下方 可以俯瞰基隆港灣美景 以及基隆塔樹梯景觀的三千宮 和知名藝人順哥許孝順 以及三千宮主委林國廠見面 並且當面邀請許孝順 擔任基隆市政府計畫成立 文化及觀光諮詢委員會主委一職 我也特別想來拜託順哥 因為順哥我在選舉的過程中 跟他請益很多 針對於歷史文化跟觀光方面 未來基隆到底要怎麼樣 來推動更多的工作 所以我不知道順哥願不願意答應 不過我是有想說 要成立一個文化及觀光的 一個諮詢委員會 市長希望開會的時候 每一次都要來參加 要來學習觀光 我是希望說順哥 這個商業主題娛樂的觀光 其實都是基隆未來的觀光 不可或缺的 所以順哥可不可以跟你拜託一下 怎麼樣的形式都沒關係 但是我是希望越參與度 能夠越多越好 來給我們基隆的觀光 未來指導一下 尤其我們都知道 順哥對基隆是有理念有想法的 所以我們拜託順哥 給我們未來指導一下 突如其來的邀請也讓許孝順嚇了一跳 差點沒來個綜藝摔 順哥許孝順希望市長謝國良給他一點時間 回去思考再來做決定 因為他真的很忙 也強調基隆人為基隆做事是天經地義 而不是為了職位 我可能要回去要思考 因為我真的太忙了 但是我的想法跟我的計畫 跟能夠為基隆 我們在地的這些文化傳承 做很多事情的力量是絕對有的 但是您讓我考慮一下好不好 市長您在抬舉我真的是謝謝您 您只要把您的想法陳述出來 我們就來落實它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對基隆鄉親 最多的一個貢獻的方式 您的想法我來幫您 來幫您落實 拜託我們一點指導 因為我們在這幾年 我跟Nono就是我們在水鳳小孩 我們一起在演藝圈打拼了很多年 我們有成立一個叫做 這個中華民國農師議陣聯誼會 我們有人生人年 我們那個幾十個社團 我們的表演的團體的類別 也超過一百種以上 我想說因為我們基隆 我們每一年我們有中元季 我們可能過年的時候各種節慶 都可以回來把它變成一個很豐富的一個 這些文化議陣啊 跟大家分享 這是我們在地的一種氣味 我們基隆的演習在台灣 算說我們這裡算台灣頭 其實過去呢不管是北館還是南館 這些呢有意文化傳承是引領著 台灣的很大的一條路線 那我覺得我回去我開會一下 謝謝 如果可以的話 不請之請啊 沒有沒有沒有 哇你這樣子我不好意思 我不好意思 我覺得 假人人為假人做事 那是天經地義的 我一定會回來幫忙 謝謝 但是說我 我到底會 我有多少時間 有多少力量 我希望我回去 開完會之後 如果年後 我們還有時間 好 我再來您家開 沒有沒有沒有 您在市政府哪一天 您給我一個通知 那我回去 我門口跪影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不要開玩笑 但是 雖然許孝順沒有當場接受 市長謝國良的邀請 出任文化及觀光 諮詢委員會主委的職務 不過大家還是為了 如何一起努力發展 基隆的文化及觀光 以及幫助弱勢學童課後輔導 聊得很愉快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